好,继续来看到凤灵镇明代表会镇长虚传报告指出 镇公所重视民众对于殡葬设施服务的需求 明年度已经编列了6600多万元的预算 将在第一公墓新建一座纳古塔 未来将可以提供大约3000个骨灰的柜位 那么凤灵镇长表示呢 生老病死是每个人的必经过程 那么殡葬建设或者是机制都是必须要完备 来解决镇明的需求 在镇长施政报告中也指出 凤灵镇的第一公墓目前的纳古塔空间有限 凤灵镇每年所需要提供100多个塔位 镇长林建平也指出 为了解决民众迫切的需求 除了寻求花灵县政府在经费上的挹注之外 也先行在自有裁员上编列增建纳古塔的预算 提供凤灵镇明在殡葬服务上的需求 很多上级单位包括国花费包括我们的民政师 对于我们所有以后我们所有的设计的工程的招标的问题 都有很大的质疑 所以说当你要申请中央的管道之后 然后整个流程要走 就算我们能够顺利拿到中央的监备 开始下去设计发发 然后实际上来讲 我想最快应该都要5年的时间才可以完成 但是因为我们目前纳古塔的 剩余的塔位已经复理了100个 那我们复理证每年往生的人口 将近在150个到160个之间 镇长林建平也指出 推动殡葬建设的目的 就是要让正民受到更好的殡葬服务 目前计划增建的纳古塔 预估可以提供3000个塔位 让公务转型率美化 改善民众的生活环境 记者凌杰 凤临正 采访报道